早晨,第二天,即是最後一天 我們打算早上去吃粥 附近有一間叫本粥,我沒吃過 來了這麼多次首爾,我都沒吃過很出名的鮑魚粥 就打算和媽媽試一下 現在時間剛剛好它開,我們就過去 Google Translate了,應該是這一間 還有餐廳像樣子 剛才差點去了另一間餐廳 是吃麵的,我分不到那些樣子 有些早上睡得不夠 好了,我們進去了 整個餐牌全部韓文 我猜應該是這個鮑魚粥 它有分普通,兩倍三倍 媽媽那個是人心雞粥 然後我就是雙倍鮑魚粥 我在現場看的顏色 應該比起大家的螢幕更深色 它不是平日皮蛋瘦肉粥,很綿滑那種 是像潮州粥,但是再稠一點 有點像小朋友的糊 它完全是把那些人心雞湯包拿去煮粥 原來是這個味道 在酒店的樓下有間bacery 那些麵包是超級人 有那些bacel 如果喜歡吃cafe的朋友 應該是會超級選擇分爛 有一個重露鹹的麵包 我們現在決定買這個 是它最top sale的鹹麵包 買一個,都是2500W,挺划算的 然後還有些skone 還有那些skone是可以選不同的醬 下次可以再過來住這間 然後試多一點 我也想試一下bacel 不過我真的吃不完 剛剛吃完那粥 又是臨checkout和大家來的酒店home tour 這次這間酒店的酒廊是挺長的 然後我們住的房間就是1004 帶大家進去看看 我都挺滿意的 因為這次的房間的空間也很大 一進來,右邊就有個很大的衣櫃 它下面有拖鞋 還有可以掛衣服 然後旁邊大家已經看到了 會有個洗手台 它跟有些韓國的酒店差不多 是廁所沒有的,它放在外面 然後很有趣 它有個抽油煙機 但我找了很久都不覺得它有什麼 鍋呀煮食工具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個抽油煙機 還有會有兩支水 一些茶包 這個我想試的 昨晚但我沒有時間煮水 它是晚上的茶 下面的櫃桶 沒有東西 再來 也是沒有東西 又是沒有東西 然後就會有個滅火桶 還有 咦? 這裡也是沒有東西的 旁邊一打開就會看到有個小小的冰箱 裡面是什麼都沒有的 上面就會有風筒 還有熱水爐 然後轉過來這裡 可以看到我們房間的空間非常之大 這個位置是兩個人走並排都沒有問題的 所以如果大家是帶大行李 應該是可以平排打開的 我和媽媽這次就只帶了手持行李 你會看到 簡直是得物無所用的這個空間 然後我們又是訂了兩張單人床 是很大的 這張床我覺得是雙人份都OK的 然後有個電視 還有會有一張梳妝桌 也不錯 這裡有一塊鏡 坐在這個位置就可以化妝 還有外面已經是很好的自然光了 你會看到是有一個桌子 還有一張椅子 連上化妝桌的那張椅子 其實兩個人坐在這裡吃東西都OK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我們是叫了一個炸雞 昨晚在這裡吃 然後跟大家看看外面的景觀 都開揚的 然後是沒有床頭櫃的 我那邊 但是旁邊都是會有些插頭的 然後媽媽睡的這邊 就會有個平板 它是可以控制整個房間的 例如一些燈 然後可能附近的地圖 所有的資料它已經是放在這裡了 最後看到這個位置就是廁所 我們浴室方面是很簡單的 就是廁所和一個站的洗澡位置 這裡就沒有浴缸了 然後水壓我也覺得是OK 正常的 沒什麼大問題 對了 這間房間我預約了是住一晚五百多元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都會把酒店名字放在這裡 Info會放在Info Box 好了 時間到了 我們要檢查了 快點了快點 酒店的Lobby在十四樓 我覺得很漂亮 它有一種韓系和日系的交替 很特別的 旁邊有些位置可以高一點坐上去的梯級 整個設計都是非常簡潔 而且它等車子的位置超豪 有一塊很大的全身鏡 就可以在這裡拍OOTD 酒店附近的地鐵站就是這個鮮油島站 是在9號線的 雖然這條線好像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到 但是它都會逃經很多個轉線站 就可以去到明洞 雲大 我們去了中路3號站 好漂亮啊 這裡是極多一些很特別的cafe 看看 它有個火車軌 然後兩邊都很多很有質感的店 可能賣一下飾物啊 賣一下衣服啊 賣一下芝士啊 然後全部cafe裡面都很漂亮啊 我覺得比起聖水洞啊 雲大那些呢 全部都更漂亮了 因為我和媽媽是來過幾次韓國呢 很多地方她都去過 我就特意上網找一下有什麼 是有得逛逛 然後我們兩個都沒去過 這個位置拍照不錯啊 大家有時間呢 很值得過來逛逛 這裡的cafe全部都很特別啊 咦 還有中文的寫著 小夏鹽田 噢 它是假裝鹽田 然後呢 都是有那些人身四格相啊 不是叫 為什麼現在才發現到這裡 真是超美啊 還有我好熱啊 整身都是汗啊 然後呢 那個很有名的鹽包呢 這裡都可以賣啊 不算很多人排隊的而已 只有幾個人呢 是比起昨天在聖水呢 差很遠啊 那個情況 現在的時間呢 都已經十二點幾了 那所以都應該是午餐時間的嘛 不算很多人 不算是很默默默的感覺 走得很舒服啊 我們選了的這張桌子呢 是超有感覺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鬆軟 那麼容易切 OK 它的橫切面是麵包紅豆 跟著牛油 但是芝士呢 我都不肯定 有對比有傷害 我們今早就吃了樓下的包 那個很鬆軟的 對了 這個就稍微 其實它的牛油好吃 麵包的味道都好吃 但是呢 它就不夠鬆軟了 超大的餃子 我們是早了四個小時來到機場 所以是未進入禁區之前 就找一點點東西吃了 看到呢 是有一個海藻麵 這麼有趣 裡面有麵和餃子皮 我的主食是麵 然後它的菜是餃子皮 我沒吃過 這個 去過這麼多次韓國 從來沒有吃過這種海藻麵 原來挺有趣的 我的天氣之子力量 真是不用忽視 走的時候呢 就開始下雨了 好了 今次這個 兩天一夜快閃首耳 就來到這裡了 因為呢 最後一天都不是拍了很多 但希望大家都喜歡看啦 喜歡看旅行VLOG的話 記得給個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